我有一个同事要买车 他说他想要一个SUV 空间得大 还得是七座 内饰还得好看 还有一点 必须得是豪华品牌 我这上哪找这么一车去 诶南哥 你回头看这车行吗 这可以啊 今天就来给我这位同事 推荐这一款车型 来自梅塞德斯奔驰的GLB 它刚好啊 符合SUV的造型 超大的空间 内饰简直就是无敌了 最关键的一点啊 它是梅塞德斯奔驰 我相信啊 很多年轻人对于豪华品牌 有着自己很高的要求 那么现实生活中呢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对于一台豪华品牌来说 要么你就牺牲掉空间 要么你就牺牲掉颜值 但是呢 自从奔驰GLB上市之后 这一期啊 都有所改观了 有句俗话说的好啊 就是这么大才大用 奔驰GLB虽然定位于 豪华品牌紧凑型的SUV 然而它的空间 却真的不仅仅是紧凑级 首先GLB方方正正的造型呢 这台车天生看起来就很大 实际数据上来看呢 GLB的三维也超过了 所有的竞争对手 尤其是这个2829的轴距 超过了其他豪华品牌的 对手整整一个数量级 现在前排这个座椅姿势啊 是刚才我同事开车过来的时候 他调整的一个座位 那么可以看到啊 后排的乘坐空间 还是非常有富裕的 那么第二排座椅 还位置还可以前后移动 靠位还可以调节 这样就很容易的 可以让你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坐姿 那么对于GLB来说啊 还远不止如此 它还有第三排 通过拉动第二排座椅 靠位的拉手 将座椅向前移动 就可以进入第三排座椅了 那么将第二排座椅调整到 一个合适的状态的时候 第三排座椅的乘坐空间表现就是这样的 张哥 你怎么不去坐上去啊 我 我还开车去吧 我 很多人听说 这是一台1.3T发动机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疑惑 那么这台GLB开起来究竟怎么样呢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它真的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预期 在我们日常驾驶的过程中 比如说遇到红灯绿灯 红绿灯的起步 以及在城市道路的超车 这台发动机还是都可以满足的 7速双离合并速箱的优点啊 在这台车上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身材油门连降三挡 果断又迅速 那么这台车整体的驾驶的感受就是 轻松又惬意 奔驰GLB最大优点我放在最后来说 那就是颜值 时光荏苒 为传奇永恒 G级方方正正的造型 是车迷心中永恒的经典 这次GLB的造型传承了G级的经典设计 方正的设计可以充分利用空间的同时 还给人一种硬朗的感觉 奶油小声也可以是硬撼的形象 也不知道我和同事推荐这款车啊 它喜不喜欢 反正啊 我觉得开这一台GLB 带上六个小伙伴 一起去郊区看看春暖花开 咱等疫情结束了啊 它一定会这么干 咱等疫情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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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等疫情结束了